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寻宝的系列节目叫做我有国宝 这一期节目更特别 我身边四位藏友在等待的过程中间 他们还准备给全国藏友表演一个节目 我有国宝 响当当 我有国宝 最吃香 我有国宝 是关羊 我来聊 好 你们等等 我刚才看这几件宝贝提下 刚才你拿的就是一什么 苹果呀 我已经鉴定了 这是真苹果 你看这个 这什么意思 苹果 给你这样来看 大家看 象牙的 象牙的还是虫柱的 好了 每个人拿的都是真宝贝 包括我手上这个 真苹果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的录制 不过我们首先还是要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四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寻宝专家 蔡博生 欲记杂项鉴定专家 上海市文博副研究员 王春成 陶瓷鉴定专家 首都博物馆 副研究员 金韵昌 书画鉴定专家 故宫博物馆副研究员 贾文忠 青铜鉴定专家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 今天的我有国宝即将开始 这是宝贝吗 这是什么宝贝 这个是一个直立府衙的铜锣 那这样您今天辛苦一点好不好 我给你一个特权 你可以第一位进去鉴定 但是不管结果如何 你得一直待到现场 你要为每一件有可能成为民间国宝的宝贝 名罗开刀 好 大家同意吗 好 你先给自己名名罗 宝贝从哪来的 就我收小儿书 完了 有一个哥们说 打电话跟我说 说他们家有个烙饼的锅 烙饼的锅 对 烙饼的锅 然后 然后说那个锅呢还有这儿 完了一看 后面有这个直立府衙这几个字 而且还有一个复活的这个 麒麟 也是古代的一个神兽 我一看这个直立府衙 也吃烙饼 这个毕竟不是民间 肯定是官家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国宝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上来为自己名罗开刀 希望这个是国宝 希望大家能够祝福我一下 好 来 这边有请 边敲边上去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直立府衙的 直立府衙 反了不大 您知道直立府衙在哪儿吗 在保定 对 很多的大官过去都是直立府 现在话说得是政治军委员级的干部 九中委 对 你像李鸿章 再有刘庸 很多啊 直立总督 明罗开刀用的 过去这种东西 罗也叫金 出去打仗的时候 明金出兵 敲一样以后就军队就回来了 这件东西呢 本身呢 您这是打造而成的 不是铸造的 但是呢 感觉这直立府衙 还有这个刻的这个麒麟啊 不是当时的 比它本身晚 我这个有可能成为国宝吗 你这个 哎呦 多多了 这够强 太够强了 谢谢 谢谢 每日二不珍呢 咱们就明镜中兵了 哈哈哈哈 这罗车怎么听起来有点 专家说我这个罗是清代的 但是呢 上面这个字啊 都是后续给客 专家虽然这么说吧 但我觉得 今天通过这个罗 结识了这么多朋友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所以说我给大家 再眉下罗 这姑娘我认识 我吃了你的苹果了 您能把苹果吃成这样 我要能吃成这样的话 我就是大艺术家 这个苹果是晚清的象牙雕刻 但是它是染色象牙 这是你的宝贝吗 这个是叔叔同国外 带回来 当时是过平安面 它是这么给我的 我以为是个玩具 或者是什么东西呢 我一给我站在这边 让我看到就是比较 是一个重住了的苹果 对 这是教里面那个树和房子 所以它做的比较有吸引 做的是一个重住的那个感觉 清代的 清代的 你觉得这件藏品 你愿意为它名罗开道吗 我觉得它是真的 所以我愿意为它名罗开道 谢谢 谢谢 这苹果是象牙雕的 象牙苹果 这个东西呢 是日本牙雕 日本 日本的 这个是象牙着色 里面在漏雕 透雕 这种技法呢 实际上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象牙着色 是我们北京牙雕的一个特色 清代早中期就有 到了清晚期 我们北京牙雕里边又做水果 象牙咬一口油 但是咬出里边的小桥流水 人物楼台 那是没有的 那么这一路呢 是上海牙雕里边的一个技法 那么这是从上海牙雕里边学过去的 你仔细去看 里边的人物 日本人 他的背景 数目 人物的依着日本样子 实践上呢 按照我们来说 那是民国 应该也价值也不菲的 那您说我这个有望成为就是国宝吗 那么意境来讲是到了 但是有些的刀法上来讲 图案的组合上来讲 还有一些欠缺点 谢谢各位品牙 你好 您刚才为我们表演节目三句半 您刚才说的那句叫我有 我有国宝是关咬 关咬 给大家说说 咋的吧 这是前农子 09年我到山东 看见这个向嘴顿最少六七万 我说我兜里只有三万二 你要说成成交咱就成交 您为什么这一眼看着就觉得能出这个三万多 把包里的钱都拿出来把它拿走 因为我看着呢 这缠织花很自然 笔足不是做旧 所以我就下这个决心 把周围里所有的钱全部给它了 来来大家说说 款式新的 从开化工 它整个的气形就是一个防止工具体 如果真的 这个大 几百万正是上千万 也非常的美 非常漂亮 听专家的 对 您最踏实了 您别着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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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 我觉得我比较同意这位老师傅的意见 我看也是挺漂亮的 所以我决定给他名罗开刀 好 谢谢 您找人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找了这个收藏这个爱好的人 年才有二三十年了 就在咱们流离场 我先给看的照片 他说你这东西呢 我给你拍 我说我上这个 寻宝这行 给鉴定一下 这件东西啊 应该说装饰非常丰满 颜色呢 五颜六色 花呢 画得很热闹 但是不漂亮 尤其是白柚 乾隆时期 它的白柚不是很白 一定是白的程度里边泛青 这件东西啊 都有一点现代的气息 都有一点现代的气息 那么乾隆的官瑶回来了 先掌声欢迎他啊 先带大家来揭晓吧 专家说了 我这个 入不了位 但是呢 我很自信 谈到了这个花色 比较乱 在我的印象 他肯定 潇洒 但是啊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义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好 欢迎参加寻宝 刚才咱们表演节目的时候 你是最后那半句对吧 对 我来量 量 因为这是一个量句 他们是不是国宝 由我来量 这是我朋友的藏品 我来这和大家的目的不太一样 大家可能都想证明 自己的藏品是真的 我是想证明 这个藏品是假的 我这个朋友在几年前 大概花五千左右 买的这个东西 给我看 说就这么个破玩意儿 不是假的 我就跟他打赌 他说是真的 我说那好 我带到寻宝节目去 如果是假的 那他就请我吃饭 如果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 值钱了 他更得请我吃饭了 你说你不贵啊 你这家伙 那不一样 我踢他跑腿了 吉利福衙的 这个我觉得这件宝贝 基于带来这个藏家 他都觉得这个是假的 最起码不自信 对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为他名罗开盗了 好 带着我这心情轻松的上路吧 轻松上路 铜量这种东西 在铜器里边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这还是比较珍贵的 因为咱们的量啊 基本上都是秦世皇统一中国以后 才统一颁布的 这个个儿比较大 这一般是成粮食 它艺术价值并不是多高 但是它的学术价值不价 专门有一门度量横室 这个度量横室 这就是珍贵的食物 你给你朋友赌苏了 我再问一下 那您这位专家觉得 这一件能成为国宝吗 这一对可以当一个候选吧 好的 岛 青空岛 专家说是真的 你要对朋友说什么 祝贺你 居然是真的 谢谢 白子银坤 白子瓶 这个当年应该是送嫁妆的 对 象征着多子多福 应该是一对 应该是一对 那只呢 那只不知去向 那只没了 您觉得什么年代 光绪吧 应该说清晚期光绪的东西 画的也不错 但是笔法工料上欠精细 当然了 这种又上彩的保存起来比较难 这件东西品项还算蛮好 现在这样的话 应该在两万块钱左右 差不多 我这两件东西是我太姥姥给我妈留下的东西 东西都是老东西 应该是光绪晚期的东西 这胆瓶是一顿 老家太圆不 来回导车就说怕脆了 对对 民间很多这类东西 以前都是什么价装品啊 赔价啊 都是 是 就是赔价给我妈的吧 价值都是几千块钱吧 就是我提供姐夫拿来看的 他零九年从这个萨城的这个外地买的 三千块钱 小鸭调的 这个不是鸭调 这个是骨调 什么骨 一般是牛骨 骨包香 就骨包在外边 里边不是骨 里边可能是木头 而且是平面贴上去的 对 如果象牙不需要一块块贴上去 因为只有骨头 中间是空的 才可以相争一片一片贴 对吧 你看象牙和牛胡桃 大点是吧 好了好了 这是朋友几年前从国外带的 您这个仪啊 从这个造型看 是西周晚期的东西 这个仪啊 应该是隔盘 是一种组合 下边一个盘 上面仪 干嘛使的呢 倒水洗手用 知道知道 从这个制作工艺 还有在保存状况来讲呢 都是非常好的 这场看青铜器来讲呢 这算比较好的 您可以作为国宝的候选入围吧 谢谢 这边故事三军堡 跟这嘉宾蓝军堡 终于轮到您了 哎呀我着急死了 没有刚才这采访别的藏友的时候啊 一直啊 做我们的这个高餐 对不对 陈大师 陈大师啊 陈大师 您今儿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件什么呀 大师级的作品 我给大家啊 带来的是 宋代 死定 盖碗 成套的呢 非常非常少 所以呢 我觉得我这个是国宝 差不多 应该是 给车哦 陈大师 气场很强啊 当你们的同一大师 我觉得我也应该给他 车哦 明皇开刀 好 感谢 您是哪的人啊 河南商丘的 哦 商丘的 您依据他什么来判断 他是指定的 第一个 我们呢有出了好多的这样的标本 第二个呢 还有他的那个胎 非常监制 蛮清脆啊 生如庆 这件东西应该说 上面葫芦钮 盖儿拢起来 从气象来看 宋代无疑 对 那么实际上北方要类似 烧这种釉的东西呢 山西有 陕西有 河北 河南也有 那么从目前研究来看呢 更多的人 从他的胎质比较白 相对比河南的 山西的都要细致一些 都倾向于这类呢 是宋代定谣时期 不失为一件很好的艺术品 我觉得我这个碗啊 觉得能评为郭宝 有希望入选 好 感谢各位专家 我带来的是民国时期 吴征的画作 好漂亮的一张画啊 他比较成功的作品 都是出于血液的山水 然后花卉 还有人物侍女 茶花水仙 艳而不俗啊 这个吴征啊 号代秋 在民国时期 上海画坛上很有地位 他是当时有名的 三吴一逢之一 三吴就是吴征 吴胡帆 吴子深 一逢 逢超然 吴征画画呢 有一个习惯 他画的比较满 几乎不留什么空白 他呢 在当时在上海 是卖画为生 而买画的人呢 不一定都懂画 大家觉得画的满 这个人卖力气 合适 如果你这个 一个画只画一个甘枝梅 他觉得你耍滑偷懒 也是挺有意思的 您这个是真品无疑 谢谢 现在呢 也值好几万块钱了 谢谢老师 是我个人收藏的 大约有四年半到五年时间了 花多少钱买的 从一个朋友说是转让的 四十五万 您这个颜色好像比我们常见的要黑 怎么回事呢 我对这个好像不太好 这件应该非常好的一件明代的西角雕 而且是亚洲西 第二个呢 满雕 而且内外多雕 说明呢 他这个西角啊 漏厚 我估计呢 应该是苏州公 苏州公 他把所有的好的技法呢 都集中在一块了 为王色所采用 这件东西呢 刚才 金老师说呢 颜色 那么黑呢 那么我呢 刚才仔细看了 用手啊 慢慢擦 还是红 犀牛角 在明和清出这段时期呢 基本上当时就做蓝色 用凤仙花的花质来蓝 他这个蓝的稍稍黑了一点 他的这个做工呢 是非常精美 现在市场价格呢 应该是很不菲的 不菲 很不菲的 我们争一争 明年过吧 好嘞 好 您说说您这是什么东西 欢迎吧 买来说是犀牛角的吧 犀牛角是动物 做这个佛像 可以吗 和尚做素食的 你怎么可以用西角来做佛像呢 所以这个呢 是树枝的 太假了 太假了 好 三位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今天带来的是 一个青铜的佛像 西方三寿 哪个年代的 亲戚说是北魏 下面有一些名文 这关怎么样对吧 明朝 明朝 要是在北魏的话 这么大一扑的这个佛像 那只能是帝王 才可能拥有 有可能吧 因为我报是挺沉的 北魏 还要把佛像歌板顿来 其佛北魏才把佛像歌板顿上 但是造假也是把它放在板顿上 造假的也是把它放在板顿上 艺术品 不能满脑子里面 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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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晚吃大魏 您肯定长寿 谢谢 咱们变成功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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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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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再见 这刀像够高的够大的 对对对 带明文的那就是 那价值连城 就是价值连城 这个是西方三圣 对对 西方三圣像 这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 还有大慈静的这个菩萨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整体的感觉和它这个包浆 还有您后边这个明文 还有整个里边铸造的这种痕迹上来讲呢 这个东西呢并不老 我认为是现代的一种房皮 现代房子 现代房子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心态好 大家一听说一说心态好就完了 对对对对 专家给的意见是什么呢 现代的房子 但是呢 因为这东西不是我 我心态很好 好 好 现在 好 现在 现在 正在看电视的那位 心态可能不怎么好的 这位藏品的主人说什么 叔叔 我已经尽力了 我很给力 好 谢谢 谢谢 这是前年到那个山东出台 在苍游所里看到 据苍游所是瘦州药东西 唐代的净水瓶倒是有 但是瘦州药有没有净水瓶 对 这个还真的很稀少 唐宋时期应该是月药啊 定药啊 有的药州药 其他药都会有一些 瘦州药呢 应该说比较少 从这个黄药的情况来看 下边有浓重的护苔粉 包括它的质地呢 松软也很光滑细腻 消足的这种工艺痕迹来看呢 应该还是安徽淮南一带的瘦州药作品 很有研究价值 有希望能够入选 谢谢你 这个是我一个叔叔的 据他来讲是清朝的 质地是翡翠 是一个鼻血 里面有和和二鲜 那么这个做工 这个题材的 我们最多说民国 这件呢是缅甸翡翠 带一点绿和紫 这个颜色呢就比较艳 比较丝毛 比较丝毛 是啊 因为以前是浓绿啊 什么比较好 翡翠的价值是在于它的料和工艺 所以你这件东西呢 料和工艺呢 都可以 今后还会正值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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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参加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宝贝 是吴蒙斯家集团弟子 明朝中期的 成城白羊山人的一个三基图 在清代晚期湖北省著名的 收藏家杨守敬先生 有两提三款的一个落印 同时我收到了我的姑婆的委托 带着他过来 参加这个节目 东西不错 东西不错 这件东西的话 曾经在 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朋友想要买 当时掏价是二十万 我们没有注册 我们的自报价的话 可能想报一千万 因为在06年的时候 成城的一副水仙图 在辽宁省开卖 开卖了五千七百万 这很有实力的一件宝贝 来 一千万 我们这哥们 带着姑婆的重拖 大家掌声跟我的罗生一起 给他名落开的好不好 欢迎 好 谢谢 来历是六十多年前 我的姑婆的父亲 他的一位朋友叫 陈仙舟 陈仙舟是湖北的一个知名的收藏家 当时杨守郡先生藏过 后来送给陈仙舟 然后他又送给了我的姑婆的父亲 这个陈纯又叫陈白羊 还有一位徐位叫陈青藏 青藏白羊对称 是明朝最著名的写意花鸟大师 他的画通常比较典雅 从笔法 末法到题材来说 文人气比较重 像这样就是说 鸡脑袋上有棺子 还有鸡棺花 让你棺上加棺 棺上加棺 这个棺做的不知道哪去了 题材是非常吉利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民俗题材 就是在陈白羊先生的画里边 还没有见过 这个印尼够不上名字 对了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边上杨守郡先生编拔 确真无疑 所以不管情况如何 它是名人就藏 也是一件宝物 您带一火锅来 对 火锅 行吧 到时候请专家吃饭 哎呀 清代的 到现在有一二百年了 就火锅来讲 出现的很早 商周时期的铜器里边就有火锅 但是西火锅呢 出现的不是太早 西气呢主要是明清时期 出现以后呢 各种各样的西湖最多 锅呢也是圆的比较多 这个方锅呢 出现的还比较少 本身这个保存状况来讲呢 它是不错的 现在这价值能值多少钱呢 8000到1万左右吧 谢谢 这是两年前在餐画拍卖过来的 260万拍的 这件东西呢 小而精 而且呢 这个血啊拿出来正是一把火 鲜红月垫 是鸡血里面最好的 对 一流的 对 没有比它这么好的 那么这种东西没得比的 嗯 你说300万 你说500万 嗯 都都可以 好的 谢谢 您好欢迎参加寻宝 今天我带来的是陈香木鱼桶 陈香木鱼桶 我是带朋友来那个的 当时他跟我说他买这个也有一段经历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 他是在人家山下一个户头上收来的 人家说这种宿木是谁要啊 然后一番家里他就想说 卖不掉就把它退掉了 退掉了以后后来又是同村的另一个 他走到那边一看 又把它给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这位朋友刚才也在产 哎他说你这个东西他看的蛮好的 因为他虽然说这中间这个木头看起来好像是有木一样 但是他用紫檀香的口做到底座 那肯定这个木鱼桶不会提到哪里去了 这不一样 哈哈 嗯 那你看看 有味 哈哈 差不多 红木 红木 你没有吧 哈哈哈哈 给我们专家将留下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好谢谢 也是买来的 买了多少钱 从现在户头上买了 买了好像大几钱吧 这件东西很不错的 很不错 城乡 明代的 底下 上面都是小叶子台 哦 而且呢几乎就是原配的 相差时间不是很长 那么你看这个工啊 大部分是自然的 还加一点手工 哦 也稍微雕琢了一点 天然和人工相结合的 所以呢 有一股自然的气息 嗯 这个城乡外边上了一层气 那么当初呢 这路应该是 很南乡 哦 作为乡文化的一个品种 应该现在价值量很高啊 现在这种价格呢 比如说在市场价位 按我看总在20万左右 哦 而且现在的市场价格呢 不断的在攀升 所以很有潜力 好的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这是我一大哥从英国就是淘来的 反对国总店 08年2万美金 千龙观瑶 看门见山 万寿无疆 他这个会是 黄帝用呢 根据他这个款制 和他这个万寿无疆 在那个年代 无疑和御用有关系 这种万寿无疆 和这种 暗八宝的题材呢 有可能和当时某一个庆典啊 有一定关系 黄帝过整生日 或者太后 都会用这种 这种往08年到现在 很迅速增值了 十六七万左右 或十五六万的样子 好 各位专家好 这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 他说这是紫钢牌 保佑你心体健康 生你兴隆 你朋友送你的这个礼不薄啊 这块可以说杨子白鱼 它有纹人气 正面是画 背面是书 因为紫钢啊 名气太大 它不一定就是明末的 真的紫钢 尤其到了清代中期 乾隆这段时期 纺紫钢的特别多 也特别好 它所取料 都是大致这么大的 紫钢 那么工呢 也非常精美 这块东西呢 应该是清代中期到中晚期的 纺紫钢的运 大致在二十几万到三十万左右 增值潜力是很高的 这是一个印章 您这件印呢 从这个印面上看呢 是上将军印 它的年代应该是照着那个 叛代刀印 好 来 三个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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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的什么宝贝 我今天带过来的是那个八大山人 朱达的一幅作品 哦 朱达 对 这幅作品呢 非常的精美 也非常的珍贵 是你的产品吗 呃 是我叔叔的 为什么说到珍贵呢 就因为他那一次 呃 去日本出台 他在通过他的一个朋友推荐 然后认识了这位藏友 这幅画呢 是他几次登门拜访 我叔叔非常爱不释手 非常喜欢这幅画 花了很大的价钱 把这幅画买过来的 所以说非常的珍贵 好 好 希望大家能支持我 也希望我能支持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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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佳明 来 这边有请 来 开罗吗 我为你 你罗开的 好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叔叔几经周折 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收藏到的 这张画我见过呀 他应该在日本的好几本 关于八大山人的重要注录里边 都出现过 是一件比较开门的东西 那当时花了多少钱呢 一百万吧 人民币 对 人民币 这很久以前了吧 对 对 对 这个八大山人呢 他是明代一位王爷的后人 对 那么明王以后 他不满意被外族统治的这种现状 表现在他的艺术作品上 他画的山水 就像这个 景象都比较荒寒落寞 那么他有专门提山水画的一首诗 说墨点无多 泪点多呀 山河还是旧山河 说我画这个 是我老朱家的那个旧山河 他是真性情来作画 那么再加上他的这个笔墨技巧和构图的这个简洁 那么在清代画坛 乃至于在几百年来都是一流的 过去呢 日本人对我们中国的这个高僧大德的作品比较重视 所以明清之际的很多高僧作品都东渡日本 今天呢 你的叔叔呢 把这件小精品回流回来 我觉得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您感觉我这个能入围我们那个寻宝的国宝吗 大有希望 您是哪里人啊 天津的 这东西在天津收的吗 是 应该说这两件东西都没有收藏价值 没有收藏价值 这些东西的流线来讲 特别是胎和幼 应该和俊瑶都不相似 谢谢您了 它有什么讲究吗 好像北京人老外那个宗仁 你说的对 北京有一种民间的工艺品 宗仁 那么放在这个铜盘里边呢 当当当一敲盘子边 它就会在里头像跳舞一样 盘子里边呢 款子是陈年 陈年呢 就是著名的画家陈半丁先生 这个倒也未准是他自己画的 老年间这种东西北京很多 这铜盘就民国时期的 客工也不错 现在可以说是个民俗文物吧 好好保存 挺好 我猜一猜您这宝物的来历好吗 您这是在路边买的吗 朋友的 这种东西啊 前几天我在北京的街头还看见有卖这个 偶尔在小区里边 或者在早市 或者是在街头都会摆这么一件东西 有很多人在围观 从上万块钱不等 要不然就家里等钱用 反正是能给忽悠出去就忽悠出去 言外之意 就是现代房子 跟着嘉宾来军宝 七分故事三分宝 你嘉宾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死您了 为骂你 我得说说 为骂你 改想 老百姓 草根老百姓能到中央电视台 而且一分钱不花 我从心里配复 这个呢 据我个人研究的 河南省博物馆定为富豪萧尊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呢 这个是我收藏的 这是上边两个 这是其中这件 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鸟 这个您也有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在美国弗里尔博物馆 它那个特点 水能动 我这特点呢 头拿下来站不住 那如果说这两件 咱们不管是在美国的博物馆 在中国的博物馆都有了 而且您有觉得 它跟它神似的话 这个传递的信息 是什么信息呢 信息就是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地大物博 通过寻宝 很多国宝的东西 都浮出水面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漫娃呢 他这头拿下来 失去平衡 站不住 割上头以后 刷就站住了 这是两千年前 甚至三千年前 古人的文化 现在人 累死他 他想不到 对 这种精巧 就冲您今天这块心 两件宝贝 您都带上去 让我们专家给您 好 谢谢 李嘉宾 我们老师傅 迷不着开张啊 好 来 您这两件 您拿上来以后啊 这是两件 国宝的造型 但是有一条 国宝类的青东西 一般没有重复的 只有一件 它的样子不一样 它那是勾纸 不是这个东西呢 纯属是照着 敷好墓的那个 萧尊去做 这是新做的 这种东西 低于铜的十倍的价钱 所以很多人 仿青铜器 就用这新做 据我了解的知识啊 铜镜 年代越早 寒息越高 这不是西 这是新 潘家园建造的青铜器 基本上都是拿 这种东西 我见过 都是拿这种西 我在沈阳道也干了几十年了 对 都是特别笨拙 要不憨 要不糊 也有这样 也有这样 没有 绝对没有 还有一个这里边的铸造的方法就不对 过去那个商贷的东西啊 都是用陶饭铸的 它这个一看就是吃辣方法铸的 有 有 它那个有饭铸 那个有饭铸 我干过铸造 您干过铸造 您看里边有没有 里边我看不见 里边这里边流辣的感觉 反正我收藏三十年 就那么精美的文饰的 很少 那么咱们呢也是一个交流 我们提出来呢 之后您参考 好吧 咱们再教练好不好 谢谢 好 你好 你好 专家怎么说 我说对不起嘉宾吧 别别别 假的 哈哈哈哈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专家怎么说的 专家说就是西方 我定现在还是认为 这个投平衡 绝对做不到 什么原因是专家 真正专家丽业 谢谢嘉宾 好 有收获就好 好 这是我叔叔早年收藏的一幅墨宝 是在92年的时候去安徽 偶然发现的这幅墨宝 是用一个官窑的乾隆的青花碗 与之兑换的 您这张字呢 是林散之先生的真迹 套称当代草盛 他的这种草书最受国人推崇 这张字从风格上来看呢 应该是他80左右的作品 非常值得收藏 嗯 林老的字近两年升值很快 有的时候能卖到十几万一尺 那么这件作品有没有可能 我看是大有希望 有希望 在今天的这个书法作品里边 这件是拔尖的 好 谢谢真正 哥哥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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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是我们家的一个传家之宝 就是我头上戴的这一顶 轻戴的蝴蝶纹格格帽 然后我先给大家展示一圈 好吧 跳个舞吧 好不好 这是一顶哥哥的帽子吗 对 其实这个帽子也是我太奶奶 她当时是在宫里边当差 服侍一些小哥哥之类的 那么我头上戴的这一顶呢 应该是属于朝冠 公主册封的时候 参加一些正式的场合 出去庆典 然后代表的是一种宗室吉地 还有一种身份的象征 然后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 就是我的这个帽子的这个袋子 它上面的蝴蝶绣的是非常的精致 全部都是用丝绣绣的 如果是随风飘起的话 蝴蝶随风摆动 然后小哥哥也会非常的漂亮 好好好 鸽鸽肩膀 鸽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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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家传的 对 家传的 这个是格格帽 年份呢 应该是清代晚期的 对是清代晚期的 可能这个格格呢 小哥哥 对对对对 听我们家人说 这个帽子也是要给 十一二岁的小哥哥戴的 那么东西是真的 包括上面的这个顶子 都是编着出来的 原装原配 就是你这件衣服呢 好像是厚感的 好好好 谢谢 好好收藏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 我们寻宝的系列节目 我有国宝 寻天下宝 评五粮春 寻宝是由五粮春 独家作业播映 那么我们现在四对一的鉴定 全部都结束了 有四件候选的民间国宝 被我们专家看中了 不过哪一件能销到最后呢 我们再次进入我们热闹的鉴定厅 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导友 欢迎大家参与收看 我们寻宝的系列节目 我有国宝 现在我们四位专家已经推荐了各自组别的一件候选民间国宝 这四件宝贝将有机会 带走我们面前的两座奖杯 好 我们来揭晓第一个悬念 首先是我们的青铜器组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寻宝专家贾文中老师为大家推荐 青铜组推荐的民间国宝是西州晚期的青铜仪 掌声有请常有李强登台 这件东西呢叫青铜仪 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礼器 这种东西呢一般的都出现在西州中晚期 一直到东周时期 这件东西呢 西州晚期出现的 虽然它个头比较小 但是它呢制作的非常精 保存的非常完好 所以呢我们推荐这件 保物为青铜组的民间国宝 谢谢贾老师的精彩推荐 李强 我这件藏品也是一个年长的朋友 从国外拍卖回来的 我希望大家都像我这位年长的朋友一样 爱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老总组留下的东西 说的很重神啊 来 李强 你要给你这件藏品写出一个你的自报价 好吧 写的过程中间 我们来和现场的藏友交流 100万吗 60万 58万 100万 来看李强 自报价28万 我们再来看一看 贾文忠老师给出的专家评估价是 30万 差不多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就是从海外买回来的 目前国际市场的价格 这种这么大的一个仪 也就是人民币30万左右 代表瓷器组 推荐候选民间国宝 是唐代 六大名谣之一的寿州谣 敬平 掌声有请藏友康威登台 大家好 很多藏友都知道宋代有五大名谣 那么唐代的六大名谣呢 和宋代的五大名谣无法相比 那么宋代五大名谣呢 全部是官家的瓷器 那么唐代的瓷器呢 还停留在一个较为初级阶段 那么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件瓶子呢 有点粗 但是 寿州谣的净水瓶仅此一件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珍贵 谢谢王老师的精彩点评 唐卫先生 这个敬平呢 我个人认为 它幼色丑厚 造型古朴 气形短短 虽然它气貌不扬 但是呢 隔身意清添玉里的感觉 来 唐卫 给您这件藏品估个价吧 唐代的我们寿州谣的唯一性 王老师刚才介绍了 这三十万 最前面大概三百万以上 我觉得这也就二十万 来 唐卫 把你的自报价介绍吧 五万 这个好像有点点意外啊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专家给出的价格好不好 来 王老师 一二三 十万 这件东西它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但是 就目前收藏市场而言 大家喜欢的还是漂亮 那么这件东西其貌不扬 影响了它的本身的价值 目前市场价值 估计就在十万元左右 我推荐 杂香组的民间国宝 是明代犀牛角雕 马蹄碑 掌声有请常友 肖志平先生 这个马蹄碑用的是 亚洲犀牛角所雕 很少能够见到 炉刺大 料又 如此的厚实的 这样的一个碑 这件雕刻呢 出于明代晚期 宫廷的匠师之手 第三 它是秀美精巧 这样的一个洗脚碑 是非常罕见 做工精巧的一个洗脚碑 所以呢 我把它推荐成 我们杂香组的 明相公司 谢谢 谢谢蔡老师 谢谢 萧先生 我觉得 你应该可以直接写价格了 还有个愿望 希望它最后的归宿 治病救人 好 好心愿 来 互动时间到了 六十万吧 四十万左右 我估价在八十万 来看一看 萧先生自己给这只洗脚碑的马蹄杯的报价 三百万 我们来看一看蔡老师 我们专家给出的评估价是二百六十万 我为什么把它不报三百万报两百六十万呢 就是它这个颜色呢偏黑了 那么还有一个遗憾 这件东西出于宫廷将司之手 但是谁呢 没有落款 如果有原来落的本款的话 这个价格可以接近一千万 我推荐 清初八大山人的 莫比山水利主 掌声有请常有王贵 大家好 我想死你们了 八大山人 名叫朱搭 他是明代一位王爷的后裔 那么明代灭亡了 公子王孙一落千丈 所以呢 他就用自己手中的画笔 书写胸中的情绪 正是这种 把自己的内心 跟自己的艺术高度结合起来 用画笔书写真情的这一点 造就他成为至高境界的书画大师 在书画收藏界 谁要有一件八大山人的作品 那你就是这个 金老师非常幽默啊 最后用无声的语言来做推荐的压轴 你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你自己琢磨 这个就是No.1 王贵的你也就是No.1 对 各位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 谢谢大家 这价值真的是邓国宝来的 王贵 疫情的问题 拿起小板 你先写 我们跟仓友聊聊 大大山人 朱大 这只三百万 我给他一百六十万 三百二十万 来 王贵 来 请揭晓 请看一下 三百八十八万 相当实力的数字啊 这我感觉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价子 来 我们来揭晓我们本期节目最后一个我们专家给出的价格 一 二 三 一千万 哇 还握手啊 还只是握手啊 哇 金老师 这一千万 大家肯定都期待 您要说个为什么 八大山人 2010年秋拍 有几件比较开门的利轴 成交价都是五六千万 当然这一轴比较小 一瓶尺 但是呢 非常开门 这么小的画 放的这么大 你看 一点毛病也没有 这就是大师 所以呢 为他估价一千万元 谢谢金老师 四件候选的民间国宝全部跟大家见面了 在这四件中间将会产生两件 一件可以拿到我们的最具投资潜力奖 另外一件当然要笑纳我们本期节目的民间国宝 现在我手中已经拿到了我们四位专家最后评议的结果 我们首先来揭晓最具投资潜力奖 获得最具投资潜力奖的是几号 四号 三号 三号 四号 好像集中在三号和四号上面 最终获得最具投资潜力奖的是 三号 明末西角雕 慧昌五老 马蹄碑 恭喜肖先生 您的藏品 勇夺我们的最具投资潜力奖 这一场的民间国宝应该是几号 几号 哎呀 真是越来越清楚了啊 获得本期节目民间国宝的藏品就是 四号 新苏大 获比山水手 祝贺王慧 三号 请出我们另外三位寻宝专家 而且嘉宾来寻宝七分故事三分宝欢迎下着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寻宝 是什么 是一个原本由人如知的地方忽然万人空向 是什么 他竟说此生第一次见到 是什么 他放弃亲情 准备变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纪念 是什么 刺激他愤愤不平 一吐中言 寻不尽的世间宝物 听不完的收藏故事 敬请关注下期寻宝走进南京高淳